如果你觉得电影一人之下好看 尊重 但这期视频你就可以不看了 因为再看下去 我就要开罵了 看之前听说一人之下 炸了看完才知道 是预告炸了 头发炸了 我去炸了 总之就两个字 难看 圆满到千万别看 原初是一个热血战斗番 但真人电影竟然可以做到 拒不然也不爽 不好笑也不好哭 真的就离谱 上来第一幕 张玲玉出来的那一下 我心凉半截 不想攻击演员万貌 但真的和角色不贴 电影剧情直到罗天大叫前 所以没有王爷 没有诸葛青 没有老天师 真的该庆幸没拍到后面 因为目前出场的人物 有一个算一个 这也是我觉得难看的第一大问题 人物战略系统全面崩盘 我宝儿姐从战略天花板 都学生傻眼了 就算受了伤 也不应该打不过下河啊 整个电影看下来 就感觉宝儿姐一直在挨打 一直在受伤 谁都能打他两下 看着我很迭去 最后宝儿姐 甚至被冯绍峰演的霍根苗 沈冲轻松碾压 放脚底下踩好几下的那种 最要命的是 竟然是张初兰打败了沈冲 救了宝儿姐 真的无语 谁是谁主人都分不清了是吧 张初兰都厉害成这样了 这天完结呗 还拍什么调部 而且我觉得完全没拍出 张初兰的人物魅力啊 只有不要毕临 要知道在同龄人都想要斩入头角 各种耍帅的年纪啊 张初兰身怀已能 却抓了整整12年的普通人 他身上有一种触底反弹 压抑许久 一招爆发的爽感 但电影没有铺垫 他这12年的憋屈 导致和张领域交手的那段 本来应该很然很爽的 结果画面上各种特效乱飞 我的心一潭死水 还有纳然也的下河 为了表现性感 一直在扭 而且纳然和冯绍峰 可能因为演员的咖尾 戏份都变多了 我买票 难道是来看全新四张狂开打的吗 我宝儿姐呢 哦 原来在挨打 那你等着挨骂吧 第二题 剧情改得细碎 我是一点没感受到 人物的感情羁绊 你说他还原吧 却是选择性还原了一部分 但最关键的两段感情 完全没排出来 一个是宝儿姐和张初兰之间的羁绊 虽然他们已经身处一人世界 但仍然是异类 所以张初兰说过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宝儿姐 结果电影里张初兰竟然打了宝儿姐 你别说他是被控制了 他就是死了 他也干不出这种事 还有宝儿姐和虚想老爷子之间的羁绊 动漫里我最大的泪点 就是最后老爷子走的时候 宝儿姐给他唱黄羊扁蛋 结果电影里才怎么着 这么经典的名场面 直接删了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原创了一段公司和全新的混战 虚三虚四被夏合鼓过 为了抢夏合 错过了宋老爷子的最后一程 我真的 退一步越想越气 能不能来个会骂人的帮我骂两句 这个电影前十几分钟那些改变 我其实还好 但是越往后看越生气 尤其到后面每一次到回忆 就开始搞什么AI动画 就是那种真人拍 拍完了又假特效 搞得画面奇奇怪怪 完全没妈带入 更不能共情 非常印象沉浸感 但我建议申请专利 千万别推广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文化内脱流失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艺人之下的动漫 可能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从人物设定到故事背景 从音乐制作到方言评音 包括用器解释西游记 无处不在的道教文化 这些能引发中国人文化认同和文化教的东西 是艺人之下区别于其他故事 最特别最动人的风格 它是完全属于中国人的热血战略班 但电影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在用美国打电的方法 排中国故事 万丈导演的打戏配讯段和画面特效方面 确实做得挺好 它也有属于自己的鲜明风格 也是受部分观众喜欢的 但它的这种风格和艺人之下 本身的风格完全不搭 就像艺人之下的动漫歌虽然特别 但是契合整个故事 但电影有很多歌 但拎出来可能都挺好 但放进去就感觉很乱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不适配 而接近代表我个人观点 从故事性上看 哪怕是没有看过动漫的人看这部电影 也不会被打动 因为故事没讲好 希望主传团队明白 艺人之下最吸引人的不仅仅是美女 是大戏 更是打开一世界大门的少年乐趣和爽感 是群像人物 不论正范派 不论主配乐都丰富力气 是人物之间彼此的击败 更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内阁的故事 如果还是这个风格 这么理解 那真的希望永远叠太第二部